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联友,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往生论处 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称明念佛的殊胜 我们来看天清菩萨说 这是讲到念佛的方法跟殊胜 我们讲念佛怎么念呢? 你看往生论里面是讲 口业赞叹称皮如来鸣 就是张开这张嘴巴 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就行 也就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只能念佛共修 还是我们在生活上随时随地念佛这样 这就是称明念佛的意思 没有说其他的方法就是称明念佛 但是或许有些人觉得说 只有念这个六个字好像没有什么用吧 不就是六个字的名吗? 跟普通人小花小明的名字差不多 那这个我们讲就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竟然勇人把普通人的名当作跟佛的名字一样 各位 普通人的名跟佛的名字能够比较吗? 世间人的名字 有时候就代表不一样的意义 那更何况是佛的名呢? 我们看 今天如果说一间房子 我们写着小明的家 大概就是没有人会注意 但是如果说你写着中国习近平的家 美国总统的家 新加坡李光耀还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迪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些领导人的家 可能会变成博物馆 甚至首相总理用过的东西 直接会放在博物馆的展览 你看像这张图片 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用过的箱子 这个LKY就代表是李光耀 就放在博物馆展览的 但是如果说那是我们普通人用过的东西呢? 我们普通人用过的东西 不丢掉就要偷笑了 哪里说还能够放在 博物馆呢? 所以我们看 首相总理的会变成博物馆 但是普通人小名就没人管 两个明明都是名字 但是就是有不一样的意义 这就是名气 名字带来的功能 那世间的名人都这样 更何况是南无阿弥陀佛呢? 谁要知道 我们今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是代表了阿弥陀佛的佛光 你看天心菩萨说的 如比如来 光明至相 这一段就是讲我们平常观经里面的祭祀 也是我们净土宗 世界各地 分会佛像两旁会挂放的 就是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光会造到十方世界 但是佛光的目的就是会摄取念佛人 这就好像说有一个孩子在森林里面迷路 那爸爸就是拿着手电筒去找他 只要听到儿子的声音 那爸爸 救命 救命 那我们想象 这位爸爸听到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肯定这位爸爸听到以后 马上会将手电筒的光射到声音的来源 是不是? 当然的嘛 因为这是他孩子的救命声 怎么可能不马上照过去呢? 肯定是一听到声音 马上给他照过去了 所以相同的 阿弥陀佛的佛光是变造十方世界的 就像有一位爸爸拿着手电筒 去造失散的孩子一样 等到这个孩子喊爸爸救命了 那就是念阿弥陀佛了 那阿弥陀佛的佛光 肯定直接就射受过来 这就是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射去不舍 所以有些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他就以为说是他苦苦去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念佛声呢? 求求你把你的佛光来射受我 这个他搞错了 因为是阿弥陀佛放光找我们先 我们念佛反而在后 我们现在念佛 只是回应阿弥陀佛的呼唤而已 就像刚才所讲的 是爸爸先找儿子在先 儿子才会回 爸爸 我在这里 那怎么可能阿弥陀佛会没有听到我们的念佛声呢? 因为是阿弥陀佛先找我们 不是我们先去找佛的 如果今天是我们先去找佛 那可能感应就弱了 就像说 今天要去找总统 那各位 我们要找总统就能够找得到吗? 当然是不行的 随便的人怎么可能可以找到总统呢?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现在 如果是总统先找我们呢? 总统现在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那当然我们一答应 你马上就能够见面了 因为是总统找我们先的 相同的 现在是阿弥陀佛的佛光 先放到十方世界去找念佛众生的 当然我们一念佛 佛光马上就找到看到我们了 因为这是佛光的目的 这是阿弥陀佛先找我们的 像之前有一位张居士 张居士有一次感冒生病 但是刚好有人请他帮忙要推车 就这一推 身体不堪 就昏迷倒地 昏迷不行了 当时医生检查张先生的情况很危险 甚至小医院都不敢接受 虽然那个时候张先生是昏迷的 但是他说 其实他还是很清醒 有感觉的 只是别人不知道 他说那个时候 他就感觉到 视周围都是冷冰冰的 全身都很痛 好像被刀割一样 这就好像来到地狱的情况 这么巧 他身旁的亲戚朋友 那时候念佛的 他们看到张居士昏迷 就马上给他念佛 没有想到 昏迷的张居士 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他说很不可思议 这些亲戚朋友 一念南无阿弥陀佛 每一身佛号都放出佛光 那这个佛光出现 张居士就感觉到很轻松 不再痛苦了 慢慢的 这个光明越来越大 一张开眼睛 发现原来他是躺在病床上面 刚刚被抢救醒了过来 这是一位年轻年友分享 他念佛得度救命的一个故事 可以说是念佛被佛光救度的一个公案 所以 这么殊胜的名号 有些人不知道 那就很可惜 因为不知道的人 他就不会得到利益了 就好像说现在有一位爸爸 留给他的孩子一笔财产 我们讲十亿好了 那爸爸就将这个十亿财产 放在一张支票给他的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才是几岁小孩子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支票 所以就把十亿的支票乱丢 那就太可惜了 小孩子还可能去写那些小糖果 就不要支票 因为他就看不懂嘛 所以为什么说佛号这么殊胜 但是有些人就不能得到利益 因为那些人不懂得 南無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支票 阿弥陀佛花了无量劫累积的功德 佛光财产 就放在六字南無阿弥陀佛里面 就有人不会看 就丢掉 去拿那些小糖果吃 看到人家持咒 哇 好羡慕 这个人真厉害 看到人家的修行打坐 哇 又赞叹说这个是大修行人 但是看到念佛反而说 啊 怎么只有念佛而已 这就是看到糖果丢掉无量钱的支票了 没有说其他的不好 其他的那些都很好 但是比起阿弥陀佛花了无量劫 形成的光明名号 佛中之王的佛号 那真的 其他真的是小糖果啦 是啊 阿弥陀佛用了无量劫 所修成佛中之王的南無阿弥陀佛 你想想看 其他怎么能够比得上呢? 连释迦摩尼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啦 连五逆十二地狱的众生念佛都能够消夜得生 净土成佛 那你这个还嫌弃 还放弃 那我们讲的真的就太可惜了 你看 像刚才张居士在昏迷当中 看到身旁的人一念佛就佛光出现 就得度 你想想看 我们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事情呢? 虽然我们平常念佛是没有看到佛光 就像刚才那些人念佛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念佛有佛光的 但是你看 就是有佛光的出现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为念佛讲好话 因为有些人他们会讲 哎呀 我天天念几千声的佛号 念了三十年 阿弥陀佛都没有感应的 哇 你看 这个讲法真的很惨 天心菩萨说 念佛是赞叹们 赞叹就是说 你称赞 表扬一个事情很殊胜 很好 那你天天念佛 念了三十年 结果阿弥陀佛还不感应 你请问 你这个叫做赞叹吗? 好像一个医生给我们吃药 你这个药天天都吃 一天吃三次 吃了三十年 结果 一个感冒都没有好 哇 你这个叫做赞叹啊 不是啊 你这样子讲话 那个医生的招牌肯定掉下来了 所以有些人 他不是弘扬念佛法门的 他是在诽谤念佛法门 上次听到还有人说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都没有用 念佛念到喉咙婆也没有效 这是直接把阿弥陀佛的招牌给拆掉了 是啊 喉咙你都喊破了 都没有用 那我们这些念佛还没有念到喉咙婆的 你怎么办呢? 这就是乱讲话了 是那些一念佛 佛光马上就到 马上就射寿 这才是赞叹阿弥陀佛嘛 有些人就怀疑 哎呀 那可能觉得说 怎么阿弥陀佛的佛光这么厉害 一念佛 佛光就到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很难相信 但是各位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 我们看 已经有了所谓的人工智能 就是所谓的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很简单 就是动口不动手的 就叫做人工智能 我相信现在有些人应该知道的 上次我看到现在人的手机电话 基本上好像可以不用打字 你也不用动它 就用嘴巴讲两下就可以了 你跟着手机说 我要打给某某某 你的手机自动打电话 你跟着手机说 你要去哪里 那手机自动设定地图 甚至家里面的设备 什么冷气机 电灯 电视 就用嘴巴喊一喊 操作的都有 以前的手机是用手滑一滑的 那现在这个也麻烦了 直接用嘴巴讲的 连手都懒得去弄了 这就是人工智能 动口不动手的 这是我们活生生眼前的例子嘛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一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佛光就到 那哪有什么奇怪的 人类动口不动手的 叫做人工智能 阿弥陀佛动口不动手的 叫做佛光智能 你看天心菩萨说的 光明至向 就是自动的 智慧的 动口不动手的 一念佛 佛光就到 这就是佛光智能 你看现代人讲智慧型手机 我们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智慧型的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品牌好 就一个东西 本身有智慧 它就能够自动 自发的去操作 所以我们一念佛 佛光就到 各位 这一点都不稀奇的 因为佛光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智慧 人都可以发明这样的智能科技了 那阿弥陀佛又怎么可能不可以呢? 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 这是发生在台湾的 日本占领台湾那段时期所发生的 那个时候 有一个地区 就聚集了日本兵 吃喝玩乐 赌博的地方 常常有人在那个地方赌博 赌输了 他们就自杀 所以戏份磁场很不好就对了 常常就会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 那刚好那里有一个专门表演 演布袋戏做工的人 布袋戏就是以前没有电视手机那种娱乐节目 就是看人家演布袋戏表演故事 当时有一批人是专门接人家邀请表演的 那有一次 他们接到一个日本人的邀请 要去表演 就给他们一笔钱 要求他们要表演到天亮 这个钱还不少 所以虽然要表演到天亮 他们还是接受了 只是日本人说 千千万万就不要讲南无阿弥陀佛 就千交代 万交代 不要讲到佛号 那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有特别提醒这个呢? 还有顾客竟然是这么要求的 不过这些工人听了也没有觉得说是什么 他们说 你们是付钱的人 你们是老板啊 那你们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不要佛的 那就不要佛的 那当天晚上 这些工人开始搭棚表演 看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当然就感到很高兴 哇 竟然这么多人来看 钱又收了 又这么受欢迎 我们叫名利双收 当然 他们就很高兴 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表演了很久 就感觉说这个天一直都不会亮 因为他们之前也是有接到通宵的工的 但是就没有像这次这样 打到累了 天还是不会亮 那以前的人没有手表 都是看太阳的 那只是这么久了 太阳都被跑出来 再看这个底下的人 哇 还有一大堆人在 三更半夜呢? 打了这么久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 那各位怎么样? 现在三更半夜 这个表演的团长就开始感觉不大对劲了 他想 我们都累得要死了 怎么都还没有天亮 底下竟然还这么多人 哇 突然一个念头想到 该不会是撞鬼了吧? 听说这里很多日本人自杀的 该不会是这么巧吧? 刚好想到 当初那个人说 你千万不要念佛 我还想到不对劲了 所以马上大喊 妈咪陀佛 谁还管这么多 都撞鬼了 还管他念不念的 所以马上就给他大声念佛 结果没有想到 一念佛出来 整个舞台就倒下了 这时候天空 黑暗突然就消失掉 太阳正在高高过在天空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中午12点了 底下的人瞬间就全部都消失掉 哇 真的撞鬼了 要不然怎么会这样? 所以过后 他们因为这件事情 开始立南无阿弥陀佛的石头放在那里 这样诡异的事情才陆续就消失了 所以各位 这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 你不相信佛号这么不可思议 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今天不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念刘德华 念那些明星 你看有没有力量? 肯定没有 各位不要这么笨去念世间人的名字 世间人的名字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看刚才那些表演的人 他们表演的时候也是念很多名字的 可能是在表演历史 三国的故事 什么刘备 关羽 张飞 曹操的 等于就像我们现在的明星 刘德华 宽富城 张学游之类的 念了整个晚上 结果还是那样 天越来越暗 鬼还是越来越多 这诡计根本就不会消失 但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一样 你看那一念 全部的境界竟然转变了 这就代表说我们南无阿弥陀佛真的不可思议 普通人的名字没有用 是因为普通人并不是佛 我们不是佛 我们的名当然是没有力量的 就像我们不是社会的人是名人 我们的名就不会有人关注一样 但是现在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而且是佛宗世王 自然他的名号就有这样的功德利益 我讲自然 就是说 南无阿弥陀佛的本身 他就是能够自然消业障 自然能够增福报 自然能够生净土 这些都是自自然然不需要任何造作的 不是说我们要点香 不是说我们要磕头 不是说我们要供品 甚至我们不求 完全不知道 只要替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 照样有这些功德利益 因为佛号的功德是自然的 我们看 坦然大师说的 大师是说 我们有些东西是要去求才会得到的 就好像如果说 我们需要别人帮忙 我们就要去求人家 因为如果没有求人家的话 人家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会来帮我们的 这就是不自然的 不自动的 但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用求的 而是你只要念了就有 因为这是佛号的本性 本性就好像水火一样 你看 火的本性就是烧东西 不管我们有没有求 只要你接触到火 就会使人烧起来 是不是? 就是 我们就算不知道 也会烧的 就好像发生火灾 烧屋子 难道说我们是求的吗? 当然不是啊 你不求 他不照样照样烧过来 相同的 南无阿弥陀佛的本性 就是能够度我们众生 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求 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只要是佛号 自然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利益 我们有一位静秀居士 是我们台湾的联佑 他已经学我们这个法门学了十多年了 一直来都是专修念佛 那在2014年的时候去爬山 爬完山当然就准备开车走了 只是刚好他的车是停在人家那种道教 宫庙的停车场 也就这么巧 当天这个宫庙办热闹 一下子来了很多那些团队 乡客要拜拜 还有那种所谓的跳桶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跳档之类的 就是神明附体的那种 所以下子就把整条路给堵死了 这静秀居士就突不去 那个时候是早上9点半 他就想说 就先让大家过去再把车开走好了 但是 等了一个小时10点半了 他们还堵在那里 静秀就去问 怎么回事呢? 怎么人都堵在这里 还没有进去呢? 怎么还没有结束呢? 宫庙的员工就告诉他说 这是因为这个神明还没有来 就是那些跳桶 还没有神明附体 所以大家都跪在这个地上 就等神来 所以不方便地赶他们走 所以工作人员说 要等等 再等等 这个员工其实也很套奇 因为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很快就会附体的 那怎么这次这么慢呢? 一个小时都还没有动静 结果过了一个小时 是1点半了 还是没有好 静秀等不了了 说我再不出去 那不行了 都已经两个小时堵住了 所以就请那些员工安排开路 让静秀的车出去 结果没有想到 静秀的车才刚刚出去宫庙的路 后面马上就传来 大家的欢呼声 大家说 神来了 神来了 神明附体了 就这么巧哦 各位 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动静 但是静秀的车一出去 马上神明附体 那静秀居士当时其实也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一个月以后 静秀再去爬山 那位宫庙的员工就跟他打招呼 哎哟 他说 是你啊? 我还记得是你呢? 怎么回事呢? 怎么还会记得这位静秀呢? 因为宫庙每天这么多人 晶晶处处的 怎么会记得他? 那位员工就说了 当然我记得你啊 因为那天是你叫我帮你开路的 结果你出去 神明马上附体 当时就只有你一个人就刚好离开 所以我特别的有印象 而且过后 我问那些跳筒 为什么两个小时都没有附体 就我们说了 他说 刚才那辆车载的时候 就是静秀的车载的时候 就有一道光明挡在他们的前面 让他们附体不成功 平常都不会这样子的 就是静秀的车载的时候才会这样 所以那些员工就问这个静秀 是不是你车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静秀说 我车都没有什么东西 只是普通的一辆车 只是我的车上都挂上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牌而已 只是没有想到 就像一个佛牌挡住这么多的神明 付不了体 这是一位连友他分享的故事 我们看 各位 其实静秀本身他也是不知道的 都是那些宫庙的人告诉他 他才晓得的 静秀当时其实他也感到很奇怪 因为堵住两个小时都没有动静 结果一离开就好了 原来背后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佛光放光的原因 要不然也解释不了了 所以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本性 南无阿弥陀佛的本性自然就有佛光 有阿弥陀佛的摄取 保护 护念 全部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自然的功能 不用说求不求的 只要你佛号放在那里 自然就有佛光 故事里面的静秀就是这样 他就是把佛牌挂在车里 他都没有想到说 阿弥陀佛 你要放光来造我 都没有想到这些 但是自然还是有佛光照射 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本性 就像刚才所讲的火堆 自然能够烧东西一样 这是自然的 各位 你想想看 是自然的好 还是不自然的好 当然是自然的好嘛 像我们这些大城市 有这些捷运 MRT的 就是自动设定好的 自动设定的 它就很准时 如果不是自然的 还要靠人去操作的 有时候你还会出错 所以肯定是自然的好 因为自然的 就能够百事百灵 像我们净土宗网站 也刊登了有两位80多岁老菩萨的故事 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两位是老夫老妻 他们曾经来到我们的道场 我们就跟他结缘 拿阿弥陀佛的佛牌 老先生就是把佛牌戴在身上 但是老太太觉得说戴着不舒服 所以就选择把佛牌放在他包包里面 那结果有一天很不幸 他们两位驾着摩托车的时候 这个摩托车突然失灵 创到墙壁 80多岁的老先生就被摩托车压倒在地 而老太太则被冲击喷得出去 两位80多岁的老人家出车祸了 让我们想都知道 不死这肯定也是受重伤 结果没有想到老先生毫无发无伤 摩托车倒在地上压在地上 结果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把摩托车扛起来 至于那位老太太喷出去的 她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的包包本来是过在她肩膀的 但是不但包包没有飞出去 反而刚好她喷出去准备要创到墙壁的时候 这个包包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跑到前面将她给挡住了 老太太看到当时紧紧抓住这个包包 没有直接创到墙壁 所以也刚好没事 各位你还记得老太太放什么在包包里面吗?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牌啊 这两位80多岁的老人家就这样子躲过灾难 他们很单纯直接说 真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啊 一定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佛牌互念的 要不然80多岁的老骨头创到肯定完蛋了 普通人不要说是车祸 我们讲跌倒 骨头就断了 更何况是车祸 更何况是老人家 所以现在这两位老菩萨念佛更认真了 甚至还来到我们道场 多请几个要给他的孙子孩子的 我想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南无阿弥陀佛牌的公案 大概等一下很多人就会来殿来请佛牌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花了无量节成就的光明佛号 我们看这老人家其实也没有说求过阿弥陀佛 也应该没有人这么求的 大概不会早上出门说 阿弥陀佛你要保育我 不要出车祸啊 应该是不是有一般人不会这么讲的 就是很自然的 可能就骑着摩托车出去 但是 无端端遇到车祸 还能够蒙受 弥陀驾驶躲过一劫 所以 台湾大师说 名字为佛事 安可思义 就是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用 就用他的名字 拿阿弥陀佛来度我们 其实 像刚才所讲的佛牌 石头等等的 其实还有一点不方便 因为有些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佛牌 尤其发生灾难的时候 我们去哪里找这些东西呢? 但是现在 就算没有这些 单单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没有问题的 因为主要还是这句名号 今天如果说佛牌没有佛号 还是没有功能的 那么只是跟普通的装饰品一样而已 但是一放上佛号 就有加实力 所以 平常来说 如果我们不会观想 不会诵经 不会词咒 没有看到佛出现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关系 我们单单张开这张嘴巴来念 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 毕竟 阿弥陀佛是以名号来度众生 这句名号才是我们跟阿弥陀佛沟通的管道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龙头一样 我们家里有水龙头 自然就能够打开水 拿到自来水 就算是眼睛瞎的 但是只要打开水龙头 它还是能够得到水 因为背后的事迹已经完成了 背后的事迹 一旦完成 那就不管是谁打开水龙头 水肯定自动就流进来了 相同的 今天阿弥陀佛的愿力 是完成所有的系统了 它的系统就是只要南无众生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等于打开了阿弥陀佛的系统 那阿弥陀佛的法水功德自然就流进来 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或者体会什么 效果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明智为佛事 佛的事就是度众生 那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就度到我们了 台湾大师说 这真的是想不到的方便 因为其他的法门还要求说见佛啦 要禅定 要观想 要观像 要都是六根 等等的 但是现在 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已 那真的是太方便 太殊胜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 称名念佛的殊胜 南无阿弥陀佛虽然说是佛的名字 但是这跟一般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 而且佛光本身是有智慧的 就是佛光会自动专门找念佛人来摄取他 来救度他 那被佛光一摄取 我们的业障就能够消 就能够埋怨得生净土的成佛 而且这个效果是100%的 因为连五逆十恶的人都能够得到利益 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其实这种现实例子是很多的 像刚才我们讲的几个公案 还有一些是动物听到佛号就往生净土 还有 利佛号石头能够化解危险 或穿佛号的佛牌 能够消灾等等的 就是只要你有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度众生 每一尊佛都有他度众生的方式 那阿弥陀佛是以名号来度众生的 那我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 也跟各位宣布说 相信大家有看到的 我们最近有刚成立了网站 主要来说是方便大家的 网站里面有我们各地道场的资料 方便大家可以联系 来到道场参加共修 我们在每一个道场资料上都有加上 附近素食店的地点 是给一些时速的联友方便 要不然来到道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用餐 网站里面也有我们开市的影片 大概有几百折 每个开市这个视频全部都在里面了 我们历年以来 开市的影片都放在一起 像这一次一系列的网市论著 还有上市的异行品 还有每次说故事开市截录 还有问答 还有微电影视频等等的 英文讲法种种的 全部都在里面 这样就方便大家在一个网站就可以找到全部 不过基本上这些影片在日常的YouTube上 都可以找到就是 还有Facebook 还有微信 都可以找到 那在这当中 我们网站有设立一个特别的虚空堂 相信大家都有用到 有看到 虚空堂就是方便大家念佛祈愿的 因为想到说 有些人住的地方 可能附近都没有我们的分会 没有办法来到参加共修 尤其最近新人过世 想要超度 那不妨就来到网络的虚空堂参加共修 当然各自念佛也可以 只是这是一个方便 因为里面有我们网常网络超度的影片 可以随着参加 也可以微信人在网站立一个超度牌位 包括祈福牌位都有 这都是免费给大家用的 尤其最近疫情期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出门 就可以参加虚空堂 其实有牌位 没有牌位 也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念佛 牌位只是一个方便 引导而已 当然 有些人有需要 要一个引导 我们就方便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网站的内容其实很多 除了这些 还有可以提醒法宝 以后要提醒我们的法宝 都可以在这个网站提醒 毕竟我们净土中 这10年 20年以来 还出版了100多本书 全部都是免费结缘的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提醒的 我们也可以寄送过去 至于在新加坡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新加坡道场的提醒 毕竟新加坡也不大嘛 可以来道场的提醒就是 至于其他的国家 也有联系方式 可以到当地的分会去请 那有什么特别需要 也可以留言 我们尽量恢复 到现在 其实已经很多人在网络请了 包括印尼的言友也有 还有网络念佛机 我们网站 还有把所有的佛号都放上去 方便大家出门的时候 随时可以听到佛号 就算你们有带念佛机 打开手机 打开网站 都可以听到佛号 当然 要提醒念佛机 也可以在网站提醒得到 里面也有提醒助念的网页 还有净土中文章 心得分享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浏览网站就知道了 现在是网络世界 我们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国内 国外都有 所以就成立网站 方便大众 我们新加坡 马来西亚净土中的网站 是多功能的 也是双语的 就中文跟英文都有 大家用起来应该都是很方便 很感恩阿弥陀佛加持 而大众的成就才有办法 让这个网站顺利成立 那如果大家用了以后 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 或者有什么需要给点建议的 大家可以留言就是 那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NAMO AMI THO佛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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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 AMI THO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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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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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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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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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亦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